大家好,我是石宇 上期视频分享了方形大山 右边侧边分脉及其情况 侧边分支 支中已有主脉 这种情况其实已是正常的山水自然规律 而主脉移植向前行走 最后起一个方形的山峰 这期视频就分享这个方形山峰开葬情况 是不是结束 我们看视频 这个方形山峰非常端正 可以确认是高山上的龙脉 形容到底的地方 这是来龙方 来龙方领许起风 饱坏 过瑕 再起方峰 到方峰上去 观察看勤命是什么样 这是站在方峰中间的位置 观察勤命的山形地貌 站列处的勤命 有一个小平台 小平台的勤命 就是巡崖峭别 这是左边的山 方峰 开葬 左边的脉往下营生 这是右边的山峰 前方 明堂非常宽阔 前方明堂非常宽阔 来能够环抱 我们再寻找一个顶 站到方峰的最高顶上去观察 站在方峰的最高顶拍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方行山峰自身会不会继续 考证了两个顶 一个就是方行山峰的正中间位置的群面 是一个小平台 但是小平台的群面是鼻子的巡崖峭壁 非常高 大山啊 下面是垂直的巡崖峭壁 但是从他的两兵的护杀来看 又能够对这个小平台进行环护 这个小平台 会不会失去 第二个顶 就是方行山峰的最高顶 会不会龙脉 到这里启峰 城市在正最高顶上 极左启龙去 这种情况 会不会出现 根据卢之的视频 欢迎大家 留营探讨 视频分享到这里 围绕大山开展 开与活动 就算结束了 再次 我们回想一下 倒查的方式 回想我们进走了 哪些奇观 第一 就是大山上的这条龙脉 从来龙脉开始 主脉 挽淫如蛇 在群方 就是在去脉方 起一个方形的山峰 两兵隔分出 三支之脉 这样一种形状 是不是像一枝花 两兵分脉 如略叶 或者说分支 勤命的方形三方 就犹如一朵花 形象不形象 其实啊 龙脉 他的枝干 他的行龙 服中的枝干 就犹如 花木 藤麦 分支 开花起果 是一样的 第二就是 回龙雇主 龙脉 行走 启风 成为主山分脉 一定 汇集着 回龙雇主去 要么 龙脉 离转 翻身 倒其龙 回龙雇主 要么 分出支脉 一支 两支 三支 甚至更多 分出支脉 回望主山 集训 这也是龙月 第三 就是 山峰 开葬 中军的 主脉 短脉 为尊 为贵 两兵 他的 隐身 较长的 龙脉 是 护龙 第四 林真行龙 林真龙 为残户 就是这种大山 在龙脉到 这儿的时候 过辖 起风 在这个途中 分出一支龙脉 对主脉 进行护送 一条林真龙 一排十风 就犹如大人 在前面行走 两兵的卫兵 护送一样 其实 有林真龙 这样起风 护送的龙脉 世界 大血 好血的 标志 第五 就是 尽着这样的 大山 唯我独尊 独立 特形的 大山 就一定 要想到 有大血 好血 等着 你去 发信 这也是 规律 好了 视频就 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 关注我 关注西瓜视频 我会尽我 最大的努力 把在 堪与实境的 过程中 进走的 奇山异水 炉制成视频 分享给大家 谢谢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感谢